有钱真好 这么好的武器说退役就退役 说是要换更好的 美军这一年七八千亿美金的军费 真不是吹的 我们今天讨论内容的主角 就是退役的M1128 使催客机动火炮系统 2021年5月12日 美国陆军在一份声明中宣布 计划于2022财年末 正式退役M1128 使催客机动火炮系统 以换取其他型号的 使催客车型的升级 进而提高使催客旅战斗队的 整体战斗力 MGS是使催客车族中的一员 主要作为直瞄支援火力使用 它的装弹机总共就18发 是一个转轮式的装弹系统 用我们的话说 就是个弹夹炮 这是美国陆军第一次 配备自动装弹机 不过经过时间的洗礼 整套系统使用的反响并不好 可能这是美国陆军 选择撤装的原因之一 MGS的主炮 是一门M68A1E4型 105毫米52倍径 低堂压线堂炮 是M1坦克在换装M256型 120毫米44倍主炮后 淘汰下来的 M68A1型主炮改装而来的 这种主炮的堂压比较低 但制腿形成较长 能大幅减缓射击时 所产生的后座力 可以安装在比较轻的 使催客装甲车上 只不过这样的构造 也造成其相对弹药出速比较低 相应的也降低了 穿甲弹的穿甲能力 在弹药配置上 除了穿甲弹 它还能发射包括 人员杀伤榴弹 高爆人员杀伤弹 以及高爆震撼弹等弹种 整个机动火炮系统 是以使催客平底底盘版本 为基础设计的 从未进行过升级 因此不能承受 简易爆炸装置 或反坦克地雷等威胁 但从2011年开始生产的 具备双V型底盘 是催客A1型系列 是可以防御美军 在中东地区经常碰上的 各种地雷和简易爆炸物 虽然其防护爆炸 冲击波能力得到了增强 但是其并未增强 其弹道防御能力 依旧是防御14.5毫米 重机枪的水平 甚至还不是全项防护 据美国陆军表示 如果MGS这样的系统 可以追溯到21世纪初 主要作用是通过摧毁 从城市环境到开阔地带的 兼顾敌方掩体 机枪和狙击手 来为攻击步兵 提供了直接的支援火力 但需注意的是 在美军的预设作战目标里 是没有敌方坦克的 也就是说 对付敌方坦克的任务 是交给如M1134这样的 反坦克导弹发射车的 而MGS纯粹就是给步兵 提供支描支援火力 其定位更类似于突击跑 对于MGS的退役 用美国陆军副董参谋长 詹姆斯·帕斯·夸雷特 中将的话说 就是对于核实 将其从现役部队退役的决定 并不轻松 陆军已经做了禁止调查 确保不会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 从而保证使崔克旅战斗队 能够应对未来的威胁 从中将的话中 我们也可以看出 美国陆军也曾努力过 提出一系列 使崔克升级计划 如升级为中口径武器系统 加装通用远程操作武器战 标枪和30毫米加农炮 以及更新反坦克制导导弹 而这样的升级 仅仅只是因为 它们可以提供 比有限数量的MGS 更好的分布式战斗力 具体比较有代表的有 装备了MCT-30遥控炮塔的 30毫米XM813机炮 使崔克龙步兵运载车 配备了标枪反坦克武器战的 步兵运载车标枪型 而且其炮塔不止有一种型号 以及康斯伯格公司遥控武器战的 30毫米机关炮加标枪组合配置 甚至还有实验中的激光型 这些都是美陆军近几年的升级成果 也是经过美军这么一通折腾 总算是把史崔克旅战斗队 原来那个摩托化部队 勘勘升级到了机械化部队 但也因此完全失去了用C130进行空运的可能 就连基础型号都不行 只能作为常规轮时部队进行部署使用 加上机动火炮系统由于本身性能不足 数量又少 2010年更是因为各种问题而停产 因此就连编制都被大砍 原来每个步兵连三辆的机动火力支援牌 直接被砍没了 变成12辆的铝支鼠火力支援联 所以美国陆军选择将其退役 其实没有太多犹豫 而未来能顶替它直瞄火力位置的 据大伙们的猜测可能是MPF 也就是机动保护火力系统 美军的轻型坦克项目 MPF你说它是个坦克 但它其实更像一个缝合怪 因为它是用步兵战车的底盘 扣了一个坦克的炮塔 严格来说是装甲车和坦克的混血 不过美国一定要把它当成坦克 那我们就按坦克的标准来衡量它 而衡量坦克的三个重要指标 那就是火力 防护和机动性 MPF用了一门105毫米坦克炮 后座力比较小 其最大射程能达到8200米 这就是以前M8用的主炮 是美国现在能拿得出来最强的105炮了 据说美陆军一开始是想用120炮的 只不过120炮个头太大了 加上后座力也太大了 装甲车的小身板受不了 最后才用了105炮 与MGS不同 MPF美国居然不配自动炮弹装填机 还是用祖传的人肉装弹 加上是私人车组 结果美军就把炮塔的尺寸搞大 但炮塔尺寸大了之后 为了减重 其他各方面肯定要减弱防护 而且由于其使用的是步兵战车的底盘 发动机在前面炮塔在后面 虽说可以加装附加装甲 但整体防护能力肯定无法与正经的坦克相提并论 所以防护这方面 就是MPF比较明显的一个弱项 在动力方面 通用公司宣称了MPF使用了800马力的柴油机 最高时速能达到72公里 虽然它是用了一个步兵战车的底盘 尽量考虑减重 明明叫做轻弹 但全重还是到了35吨 火力军都怀疑它72公里的最高时速 是不是真的能达到 但也有消息说 MPF的动力是1100匹马力的发动机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直接起飞的节奏 它的火控系统使用的是 M1A2C坦克的新型火控系统 其实就是M1A2S1PV3那个升级包 澳大利亚不是买了一批美国的M1A2升级包 是跟那个是同一批的 另外这个轻弹的第三代热成像瞄准剧是法国赛风 这就有意思了 俄罗斯也在用法国赛风 即便是在全欧洲在制裁俄罗斯的情况下 前七年 法国还是偷偷摸摸的把这玩意儿卖给俄罗斯了 而这种直接沿用过去那些坦克的装备 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大家用起来非常的顺手 能够快速的形成战斗力 而通用公司的方案之所以能入选 可能是结合了美军去年开始的 将联合强禁师下属的IBCT步兵旅 升级为MBCT摩托化步兵旅的计划 来分析建立全摩托化步兵旅与轻型师 也就是未来美国陆军轻型步兵部队编组规划 在未来的摩托化步兵旅内 三个摩托化步兵营皆会装备M1301步兵班车辆 共177辆ISV MBCT会编给空降联合强行进入师 和一个空突联合强行进入师 就像第82空降师和第101空降师 目前已经被分别选择改组为空降GF一师和空突GF一师 也就是说MBCT摩托化步兵旅是专为联合强行进师设计的 和MPF轻毯一样承担快速反战作用中的先遣队的职责 而在具体作用中可以参考MPF轻型坦克与其他车辆的搭配作战 简而言之 MPF轻毯连与MBCT摩托旅组成的超轻型装甲战斗群 需要在战区外的机场提前击降并整队 然后从地面开入战区 从这里或许就可以看出 美国陆军早就知道了MPF项目的最终结果 因此在设计联合强行进师作战战术的时候 是以MPF轻毯不具备空投能力 只能在战区外提前击降为前提的 也正是因为MPF轻毯连落地后 还要从地面开近一段距离才能进入战区 因此伴随其作战的IPCT步兵旅 也必须整个摩托化 才能跟上轻毯连的速度 否则正常来说 空降兵和轻毯都是直接空投进战区的 并不需要额外给空降兵配置较多的机动车辆 而且仅有自卫火力的机动车辆 也会挤占有限的机舱空间 若是让空降兵单独入场 在冒险夺取机场 让MPF轻毯击降 抑或是让空降兵和MPF轻毯分头行动 最后的结果 要么是空降场因缺乏轻毯掩护 而率先被对面重型部队突破 要么是MPF轻毯在增援过程中 因缺乏步兵保护而被伏击 就MPF轻毯本身而言 火力军的评价是 105小水管搭配青春版艾布拉姆斯的车体 堪比二战初期 只有37敲门砖的3号坦克一般浪费吨位 更别说后置炮坦对扶脚的影响 而美式坦克的一大绝活 就是利用扶脚爬坡脉头 所以通用的MPF 舍弃美式坦克的传统长处 就很让人费解 或许美国陆军是看中了 通用MPF升级120大炮的潜力吧 说句实在的 通用MPF要是换个低矮点的车体 把全车重量压缩到30吨以内 可能还有的救 因此它能否代替MGS还真不好说 如今的史崔克旅实际上除了名字外 完全和拉姆斯费尔德当初设计的 全球快速打击部队不是一个东西了 现在的史崔克旅就是个传统部队 甚至还差点 实在是史崔克车的底子 为了进C130牺牲太多 现在回过头来看最初的史崔克旅 充满了美国在冷战胜利后 巅峰时期的绝对自信 最开始的机动火炮系统 压根就没打算打坦克 也没有防空 因为在1990年代末和200年代初的设计中 美国海空军不管对付谁 都会有完全的制海权和制空权 然后强大的空中和其他远程打击力量 就会在史崔克旅接敌之前 把敌军所有重装备都给炸掉 史崔克旅就凭借着自己跑得快的性能 直接过去占领和接受敌军投降即可 其火力顶多对付一下 已经失去了重武器 凭借零星漏网之余的轻型装甲车和防御攻势 赋予顽抗的轻步兵而已 结果现在美军发现时代变了 美国的大国竞争对手 建立了强大的区域拒制能力 有能力把美国的海空军隔绝在预设战场外 反而把美国打进了未知领域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陆军要在缺乏 甚至没有空中和远程打击火力撑腰的情况下 和对手的陆军部队 尤其是陆军重装备部队硬碰硬 这个时候史崔克旅就会面临 防不住打不过跑不掉的问题 变成精品送死旅 这既是机动火炮系统单个装备的问题 也是整个史崔克旅战斗队的问题 因此美军不得不宣布M1128MGS的退役 目前美军的两个主要大国竞争对手 一个建立了美军理想中的轮式机械化部队 甚至已经开始换代 另一个虽然由于经济原因缺乏类似部队 但是人家T12坦克和大炮管购啊 所以对于如今的美国轻坦装备 要么以C17 C130运载平台 直接研发一个新车 要么就看它MPF下一代的轻坦 192型能不能顶得住了 好了 关于M1128MGS 以及美军下一代轻坦 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一起讨论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